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2年5月12日星期四 拍片的時間大約接近晚上7時 來一節馬圈短打 和大家分享幾段賽馬消息的話題 第一件事會說回小弟的女神麥晴恩 本來不是什麼特別大件事 但也有會員的朋友漏我講講她最新的動向 我覺得值得一提 就和大家在這段片段分享 第二件事就講到這個沈集成 之前在小弟的影片有提過 她星期天的賽事缺席了 其實星期三她在馬場已經出現了 發生什麼事呢? 她和記者已經講明了她現在的情況 至於未來沈集成的動向 都在這條片可以和大家分析一下 第三件事也講到馬王金槍六十 放棄遠征的一些最新的update 根據消息人士 相熟記者都有些情況可以和大家講一下 除此之外就不是收風的 是英家柏自己都對這件事開康 而她在這個網絕上想講的話 我也認為是可圈可點 好笑 不要說好笑 有趣 是值得和大家分享 亦都可以講回我的看法 之前都簡單提提大家 如果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小鈴鐺 小弟的第二頻道 閃馬田去片 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多謝 首先講回這個女神 密程恩 我的女神 不是個個都是 年初都說她想去日本發展 但奈何 現在的疫情 或者日本的航班方面 都是殘缺 很難去到日本 外國人還是 於是這個時間 沒有辦法去到日本客串 或者考個JRA牌 因為你考JRA牌 你都要在日本一段時間 你不是說就這樣去一去就可以了 所以那裡都卡住了 未去到日本 而她繼續來在法國 在這一段時間 現在都叫做法國的夏季賽期 都開始了 她的 都不要講成績 她上陣的次數都不太多 好像每日 譬如說每日跑一隻馬 有時候有些日子一無馬跑 包括整個法國的馬場 連黃昏賽事水準馬場 比較差的那些 都不是很見到密程恩 所以她發展一般 你都要想辦法 所以她就想到去美國 她接受法國的一間大的賽馬傳媒 叫Equitia 英文這樣讀 法文不知是否這樣讀 讀錯了就糾正我了 有一個法文 就講到她去美國 為什麼去美國呢 她都要提到日本 她說 因為她在日本 在那些地方競馬那些馬場 即是那些船橋大井 蒲和那些 那些馬場全部都是沙地的 所以經過這段時間的 拆騎經驗 她對怎樣跑沙地賽 已經有一定的心得了 她認為這個心得 對她在美國 拆騎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美國的主流賽事 都是跑沙地為主 所以 為什麼解釋 那麼多地方都不去 為什麼要選去美國去試試 一來美國的獎金都OK 二來沙地賽比較多 她覺得自己可以應付 至於選擇美國 去哪個地方 美國那麼多個省那麼多個州 她就說還沒決定 都是要跟她經歷人 跟她老公商量一下 才再作定奪 當然了 其實我覺得 就算麥承恩去美國 都是一個過度性質 最後如果當日本是OK的時候 她都是最想去日本的 無論如何 她去哪裏也好 作為粉絲小弟 都依然會繼續支持 這個女神麥承恩 好 第二件事就講這個沙集成 沙集成 在上個星期日的賽馬結果 小弟就提到她缺席了 其實在剛剛星期三 她已經在馬場出現了 有入場督師了 而今天南華早報的報導 也提到沙集成 已經跟記者講了原因 就說原來沙集成 不是說星期日有事的 原來是星期五已經是做手術 做的是什麼手術 就是心臟通波仔手術 她說她痛了幾個月 於是就去看醫生 做詳細的body check 醫生就說她血管很窄 需要擴闊她的血管 就是要做通波仔手術 手術是星期五做 通常這些手術就不用休息很久 如果以她作風 她可能星期日也要躲起來去馬場 但是馬威跟她說 不要馬場攻危地區 最好你休息幾天 做足測試陰性 才康復馬場 所以星期日她的索性是休養 休息一天 這個很少見的缺席 到星期三搞定了 所有事情情陰性 她再在馬場現身 她就說現在的健康情況是OK的 她將會繼續她的工作 而沈集成 以這個相熟的消息人士 記者透露她是出名勤力 就不只是大家心目中的形象那麼簡單 而是說 基本上香港二十幾個列馬斯 她是每早最早在馬場出現 那頭一兩個 四點多鐘就一定見到沈集成 為什麼這麼肯定一定見到沈集成 因為那時候四五點馬場很靜 沈集成就叫員工做事 或者調教那些伙計 馬場這麼空曠一定聽到 當然她又不會用粗口去調教那些伙計 即是她提起那些伙計 怎樣做事 所以沈集成是真的每一招都很勤力 很早回去做事 亦都提到她對拿冠軍 明那些事情 就不是太著重 她最緊要是每季都向馬主交代到 贏回差不多的場數 贏到獎金 接著就穩打穩摘 投下數字OK 交代到就算了 當然大家可以推測 她這樣講 同人這樣講 有得拿冠軍 為什麼不拿呢 但是從她的成績 都部分證明了她的說法 大家記得之前有些低潮 不要看 近這幾季 她每季都贏四十幾五十幾場左右 還有她出名季初特別好 其實到六月七月左右 沈集成的馬大部分都收工 夜馬就不多 也證明了每季去贏夠長數 她做到差不多就留到下季 只要馬得住馬主 不要拉走自己的馬 她就可以保留她的兵力 到下季再博殺 這個作風跟哪位練馬師很相似呢 丁冠豪 丁冠豪練馬練了幾季 其實你看到她每季成績都是差不多 三十幾圈 三十幾圈 跟沈集成極之相似 還有一件事就是丁冠豪的馬一樣 去到六七月到差不多時間 她的馬就失蹤了 要不出來就減分輸一下 看來丁冠豪這個穩打穩債的作風 就跟沈集成很相似 哲學就是說你馬得住馬主 交代有頭馬有獎金給他們 他們不拉走馬 你就自然可以有信心 將你的兵力保留到下季再博殺 這樣就可以持續發展 當然了 丁冠豪支持沈集成的副練 兩個人的想法接近也是很順理成章的 好 第三件事都繼續說到有關金槍六十 放棄婉禎這個事件 本來這件事過了幾天 都很應該告一段落 無須要說太多 但因為我都收到一些最新的消息 情報可以跟大家更新 亦都可以澄清到一些謬誤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還有不止我可以更新 原來應總和應家的柏 都主動更新 赤膊上陣 在自己的網誌 解釋今次金槍六十 為何放棄婉禎 我認為他的論點 真是可圈可點 非分享不可 亦都跟大家交代了 第一個澄清是今次的遠征 即是金槍六十 其實並非自己報名去 而是最初是由JRA發出邀請函 給金槍六十 然後金槍六十就確定 即是當如報了名便會去 而這個自己報名去遠征 和JRA邀請你去遠征有甚麼分別呢 就是所有的洗費 包括報名費、運費、馬主和同行的人的洗費 全部都是由JRA包起的 至少基本的洗費要包起你 你之後去日本哪裏玩的就不理你了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說馬主沽寒 不肯去遠征 這個就不成立的 因為馬主如果這次真的成行 一毫子都不用洗 除非他自己有額外消費 第二件事就說到 原來馬主真的有看過日本傳播賽事 他真的怕了那隻贏三勝class 雙琳錦標的進言查座 這位馬主他本身重用華人這件事 我很欣賞 但如果他因為進言查座而怕了 金槍六十怕了 我覺得值得相確 要說一下 我並非說這個進言查座很差 或者他沒有機會贏安田紀念 我不敢這麼說 也知道有很多的影片或者頻道 他吹捧這隻馬 我並非反對這些說法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大家要搞清楚 進言查座贏這場是一場普通的賽事 三勝class 三勝class上面有什麼呢 就有這個叫做公開表列賽 公開賽表列賽之後再上一層 才去到三級賽、二級賽、一級賽 所以進言查座 他現在贏這場只是普通的賽事 你當等於香港贏一場二、三班 九十分水樽的賽事 沒有理由金槍六十會怕了那隻 叫做喜旺區 我有朋友的比喻 沒有理由怕了這些馬 就算當戰武者 回去跑場三勝class 他都一樣可以按住來贏很輕鬆 金槍六十都不怕戰武者 所以就沒有理由怕這隻新馬 當然這隻馬還是一隻有進步空間 up and coming 未見底的馬 他將來有什麼成就 可能很高都未定 但是金槍六十是無需要怕這些馬 正常來說是不應該看這些馬 至於講到應家拍 其實這個消息人士告訴我 在冠軍賽馬日當日 馬會中人包括應總 那時候他們的口風是贊成金槍六十去遠征 他們覺得OK 不過那時候應總就留下尾巴了 雖然支持 但是也有變數 例如檢疫、航班等等的問題 而事實上直到星期一 即雷建威宣布放棄遠征那一天 日本和香港的航班 尤其是運輸航班都未確定 而今次的遠征 剛才也講過是JRA主導 日本方面都好像未搞定 於是就成為一個最大的變數 而應總自己厲害 赤膊上陣 在昨天星期三 他自己的網誌 這裏就是我朋友 戈登雪馬士的blog 他就叫了應總的網誌 他就簡直是幫金槍六十解釋 為什麼放棄遠征 他認為這是明智決定 我儘管講回那個內容給大家知道 第一個重點 他為什麼贊成金槍六十放棄遠征 是一個審慎明智決定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馬兒去遠征 情緒安定是一個挑戰 此其一 以及馬匹曾經中暑 能不能夠發揮水準之類 第二 就是金槍六十 他要作客面對日本賽區 要克服州居勞頓困難 第三 就是日本馬匹亮相圈和賽事的流程 是有很大分別的 金槍六十未必適應到賽事的流程 以及東京馬場是左轉的 金槍六十就很少跑左轉 應該未跑過 所以也是有些傷確的 他就贊成金槍六十放棄遠征 如果這番說話是由呂建威 或者馬主甚至何宅耀講 我覺得就會比較合理些 但如果由應總講 我認為應總就是自己 非個回歷錶給自己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如果應總這個邏輯 以他這麼說 所有在十二月 接受香港賽馬會邀請 來跑國際賽的那些馬 全部都應該回家 全部都應該放棄來香港 是不是 你來得遠征 就不應該害怕剛才那些因素 因為遠征一定有這些因素影響 你作客就說明 當然是吃虧的 當然反過來 你怕這些東西就不要去遠征 所以金槍六十文不去遠征 我想說的是 其實我們香港人 在這一波的疫情 所犧牲的東西 實在已經太多了 現在去到這一刻 實在我們都不應該最對疫情 是過分地緊張 所謂做一些防疫狂 尤其是大機構 只會使市民更加失望 而至於金槍六十 我認為在這麼多屆的馬王裡面 他是最負得起 最值得成為香港人的馬 這個名銜的 因為他一直都堅持用本地練馬師 本地騎師 這個要給他賺 所以最後我們在這裡 就只有無奈地 祝福金槍六十 可以繼續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以及未來的賽事 有更高的成就 最後都簡單提提大家 小弟都有這個會員的頻道 例如中馬聊天室 都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影片下方 給like、comment和share 我都會一樣感激 最後多謝各位收睇今期的 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